最好的道友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在带团的时候 我其实是有很多的奖励 一些文章 甚至是 我还记得 20078年的时候 一个小朋友 他在中国北京日报 他这个是写一篇 他从小跟着父母去旅行 他这十年来 遇到自身接受过很多客人 我有写那个 为我写的 啊 然后他在这个 但是你不购物 我们能怎样 我们还是要服务你的 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导游 基本上80%以上 看到的大家的态度 都是很 很service 就是很service他们的 所以我们得到的评价是很高的 马来西亚导游的 你甚至问一些游客 你出国 你有时候遇到 你到过马来西亚吗 到过啊